大家好,我们在养蝴蝶蓝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烂根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避免蝴蝶蓝烂根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蝴蝶蓝烂根的原因 原因呢,主要有三点 第一个是积水,第二个是肥害,第三个就是病害导致的 那么了解了这三点,我们从这三点来出发进行这个调整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说一下病害 病害呢,主要是因为盆土里面感染病菌 病菌呢,趁虚而入导致你的蝴蝶蓝烂根 那么病菌有可能是我们用的水苔呀 不干净用的时间太长容易酸化导致烂根 所以呢,一定要及时更换水苔 除了更换水苔,平时呢 我们可以一个月给它在盆土里面灌一次这个土壤专用的杀菌剂二美林 杀灭盆土里面的病菌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这个病菌感染而出现的这个烂根情况 那么第二个就是肥害 肥害呢,主要是因为用肥不当浓度过高而造成的 因为蝴蝶蓝它虽然起肥 但是每次的需肥量是非常的少 所以我一般用肥都是给它在盆土里面埋上一点这个磨肥 磨肥不会受到水分和温度的影响 它会在植物需要养分时候才会释放养分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伤根 如果你是用一些其他的肥料 比如是南克营养液 我们按照正常的比例使用 如果是用其他的水溶肥 那么我们这个浓度一定要适当的增加一到两倍左右 而且这个瓶刺也不能够过高 第三个就是积水难根 像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保证盆土 在五天之内有一个干湿循环 这样不仅不会伤根 又有利于根系的生长 那么想要盆土在五天之内干透呢 我们平时大家要做好这几个要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养护环境盆 还有土的这个通风透气性 第二个呢就是浇水 如果用水苔摘种干的会比较慢 那么如果你不懂浇水呢 可以直接用喷壶来浇 土每次干透了 给它用喷壶沿着盆边这样浇两次 基本上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用松树皮这些摘种呢 其实干的就会比较快 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烦恼 当然了我们也要注意六七月的梅雨季节 如果是用水苔摘种呢 大家最好就是不要浇水或是少浇水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